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常常觉得口干舌燥 或者是容易有便秘 或者是灰气大 口臭 这些问题好像一直在反复的在循环 这就是有上火的一个体质 如果说有上火的体质 你又不去处理 不断让身体在里面循环 一直在灰气大 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这个问题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我们特别请到 就是雅峰维新中医诊所的 陈志佳陈院长来到现场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院长今天带来的这个 就是不上火就不生病 就是如果我们很常生病 动不动就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其实都是因为灰气大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用一个最简单 最自然 天然的 然后这种老偏方 就可以改善体质 对对 其实看到这本书 我一直很想把它改成 不上班就不生病 也是耶 不上班就没有火气了 也是一种 但是像我就是一不上班就生病 就生病 劳碌命 有没有 对对对 但是重点我是讲真的 像我觉得现代人 好像压力大 就容易灰气都要 说的灰气不是只有身体的燥热 是那种这种打从心里面的那一种 很容易动不动就动肝火 这一种也算对不对 对其实火气的影响范围很广 刚讲到情绪方面 刚刚上班压力大 火气就来 就觉得烦躁 另外一些人睡不好 他白天就容易口干舌燥 嘴巴破 这也是火气的一种 像有些年轻人会长痘痘 长在额头 长在下巴 也都是火气引起的 所以火气引起的范围很广 对 很多人都会说 火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不到啊 因为要骗人了 对 其实大家想一下 可以怎么会不会开车 会啊 会嘛 你应该知道车子有引擎 有冷却系统 其实人体也是一样 你车子开很快的时候 温度会不会提高 会嘛 对啊 所以需要冷却系统来冷却 所以人体也是一样 有运转系统 也有冷却系统 对 你运转系统运转得很快的时候 火气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那个冷却系统 不够强的话 对 你有办法自己冷静下来 对 就可以出事情 对 因为中医讲的是阴阳的平衡嘛 所以冷却系统跟运转系统 也要平衡 你运转得很快 冷却系统没有跟上来 火气就大 不过你冷却系统 根本就坏掉了 运转虽然没有很快 但是没有水可以来灭火 所以你也会有火气跑出来 那如果说一个人 一直不断的火气大 永远降不了气 你知道他 这久而久之对身体 会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火气以西医的角度来看 算是一种发炎 大家有说今天牙齿痛 肿一包 对 是不是会有红肿热痛 那个热其实就是一种火气 对 所以讲热毒嘛 严重一点会变成紫色的 就毒气太旺 毒发身亡都是紫色的 对 所以火气大的时候 就是有发炎的症状 那西医现在有研究说 慢性发炎 容易引起癌症 对 所以一直维持火气大的状况 最严重的状况 就是变成癌症 就是如果说一直在火气大 意思就是说 我身体里面有某一些部分 是其实是一直在 对一直在发炎的状况 这样发炎久了 其实一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就对 那是不是我有听过人家讲说 如果说一个人火气大也有分 虚火 食火 就是不一样的火 你知道 其实刚刚讲的 我们讲的是一个平衡状态 那你一直把引擎转速拉高的时候 你的火气就一直变大 就像你平常喜欢吃辣的 吃油炸的 吃到后来呢 口干舌燥 嘴巴破 早上起来嘴巴苦苦的 干干的 臭臭的 甚至大便变比较硬 那整个就会很燥热啊 一直流汗 汗都黏黏的 这就是食火 就是说你自己灌一把火 进到身体里面 那总会变成食火 因为那种状况呢 是你的冷却系统变坏了 变弱了 你的火没有变大哦 那冷却系统变差了 那是不是一个平衡状态 就变得不平衡 相对火气会变大 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 晚上不睡觉的人 熬夜的人 对 因为晚上数阴嘛 就要补水的时候 你偏偏不给身体水 对 那水越来越少 那你有火气一出来的时候 不能灭火 对 那这种人最容易出现 容易失眠 虽然火气大的症状 一样会口干舌燥啊 嘴巴破啊 对 尤其虚火的人很容易嘴巴破 常一起床就破了好几个洞 对 那有时候早上起床 刷牙的时候 舌头吐出来看一下 对 有时候舌态会白白的 好俏皮哦 如果说你的舌胎很白很黄 通常是属于石火 另外一种情况 没有什么舌胎光光亮亮的 对 那就是虚火 这最容易判断的 就是用舌头来判断 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火就对了 对对对 那所以它的那个 应该是说应对的方法就不一样 对 会不太一样 简单讲你若是石火 就要灭火 虚火就要补水 哦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你自己是哪一种的火气大就对了 对对对 那以台湾的人大部分来讲是哪一种 其实台湾人现在都不睡觉 所以虚火偏多 哦 就是爱熬夜的 对 爱熬夜 然后常容易嘴巴破 然后就一直补B群 对 一直补B群 觉得补了就会好 其实水都没有补到 其实水不够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有没有一种就是睡很多 但是永远觉得睡不会太饱 那种可能就不上班就不生病了 我只要一放假 我就一直睡 一直睡 可是就觉得好像睡不太够 永远就会睡不饱 但这种应该跟火气大没有关系 但有一种人是气虚 现在可能平常主持节目讲话很多 对 比如说平常聊天 然后休息不够 其实气会虚 那气虚会让你身体有一种 微微的发热的感觉 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火气 那这种火气会让你觉得 一点点烦躁 整个人有气无力的 睡都睡不饱 对 容易疲累 容易疲累 就一工作的疲累 然后出去玩 带小孩 哇 玩一整天 精神好的要命 原来就是这样 所以要了解自己的状况之后 才能对症下药 那我们先从食火来讲好了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你说舌头看起来常常 舌胎比较厚 比较黄 然后很爱吃油炸食物的 对 然后常会冒痘痘的 这种比较属于 比较食火的这一种 那它要怎么办 其实第一个饮食习惯一定要改 对 烧烤辛辣油炸的 尽量少吃一点 那如果说你真的火气很大怎么办 可能要吃一些比较凉的食物 来平衡一下 所以像喝什么椰子水这种是有用的吗 对 椰子水 苦瓜 然后一些瓜类的东西 或者像现在夏天有些绿豆艺人 这些都还不错 那如果是像虚火的人呢 就是爱熬夜的 常嘴巴破的 对 虚火的人千万不要灭火 因为你水已经不够了 你又把火灭下来 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虚 所以有些晚上不睡觉的人 想要觉得火气大 想要灭个火 喝个清草茶 他结果晚上睡得更不好 对 因为他整个人变得更虚了 所以他反而不能喝凉的东西 对 这种人就要有点耐心 除了早点睡以外呢 帮身体补一些水 那有些人喝水越喝越口渴 喝了就尿掉 因为身体锁不住水分 所以这时候可能 适时的是一些胶质类的东西 好像木耳 莲子 这种东西就还不错 所以你说他晚上不睡觉 起来喝莲子这样 不要晚上喝啊 我说白天 就是不要再晚睡就对 对 了解 所以他反而是要帮助身体调 调好身体之后 让身体可以锁住水分 对 要不然很多人是水喝再多 好像永远都还是缺水 对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体质 你其实是要补一些胶质的 对 补一些胶质 补一些水 自然火气就会平衡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的体质 就是很容易 就是没事就上火 没事就上火 第一个啦 因为人体里面7%是水 通常不喜欢喝水的人 水在身体里面比例会相对变低 那水在身体有什么作用 其实就让你平衡外界的一些变化 包括你的饮食温度跟你的作息 当你水不够的时候 你身体容易反应得非常激烈 所以你一晚睡 有些人火气又出来 或者有些人熬夜两三天 状况看起来很好 所以不喜欢喝水的人 一定容易有火气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饮食习惯不好的 刚讲到喜欢吃烧烤辛辣油炸的 或者小朋友喜欢吃糖果零食 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夏天午后 夏天一场雷震雨以后 你出去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 就很失眠这样 对 其实台湾人喜欢喝饮料 喜欢吃甜的 甜食进到身体里面以后 湿气会变重 一旦有一点点火气进来 那整个会变得很闷 那个湿气热气就排不掉 所以喜欢吃甜食的人 一定容易上火 对 目前观察起来 但是这两类的人要特别注意 所以油炸辛辣的 然后烧烤不能吃 甜食不能吃 对 反正就是要清淡 对 讲到最后 每次我们节目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要清淡 然后这个初食淡饭这样子 对不对 简单 但是万一你真的吃了甜的 万一吃了烧烤油炸怎么办 就喝水 对 至少还有解药可以救 了解 所以你爱吃甜也可以 但是多喝一点水就对 我常常看很多身边很多朋友 就去看中医调身体 他们后来都会买那个超大瓶的那个水壶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灌水 对啊 其实中医的理论很简单 要讲求一个阴阳平衡 那现在大家人都是阳气过旺 所以需要一些水来帮你浇息一下你的热情 浇息一下你的火 对 那加一点冰可以吗 最好不要啦 不行 我也是在冰桶挑战要来加一点 所以不要也中医也是理论上面我喝水 但是不要喝冰水 对 因为寒煮收饮会让你的整个身体的循环 尤其脾胃那边的循环会变得很差 脾胃循环变得差以后第一个代谢会变慢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胖一圈肚子 对 对 就是这边太冷了嘛 堆积脂肪 循环不好 堆积脏东西 有 我有听过人家这样讲耶 就是说爱喝冰的人啊 有些女生 如果爱喝冰的就是小腹会特别大 对 而且有些人属青蛙的嘛 四肢小小的 肚子大大的 那就爱喝冰水 是因为这样 而且尤其是坐月子 他们说如果你坐月子喝到比较凉的东西的话 肚子真的就会消不掉 对啊 所以这一点也是要那个 是真的它有一个道理存在的地方 那我自己是因为真的是 我觉得女生都是在怀孕 然后生小孩这个期间 坐月子期间 才懂得认识自己的身体 然后知道怎么样保养身体 慢慢就调整过来了 对啊 对 所以我就说其实要分辨这个 女生懂不懂养生 就是其实就是从当妈妈开始 没错 都是这样 然后你看 他们就说小姐跟太太的差别 就是你看小姐永远就是去便利商店 就买一瓶饮料在那边管 那你看太太就是怎样 自己带着一个保温杯 差别就在 我已经在带保温杯了 好养生喔 但是你就知道差别是这样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再聊一下就是说 这个孕妇啊 或者是 其实要怎么样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不要上火 好 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有常常觉得自己火气很大 其实呢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很多的方法 可以让你好好的降火气调理自己的体质 因为如果是一直上火的话 表示身体是有一种发炎的状况 所以久了是不好的影响 对 那其实在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 怀孕的时期 其实很容易便秘 也很容易上火耶 对啊 所以大家想一下一个东西卡在你的肚子 是不是很不舒服 对 那你的身体内的气体在调节也是一样 刚刚讲到阴阳平衡的概念嘛 阴比较低层 阳比较高层 所以中间卡在一个东西的时候 阴阳交通就不顺 所以水火没办法交融的话 火气有时候一下就上来了 所以那不是因为就是 怀孕的时候荷尔蒙也有些改变 所以很容易就是会动肝火 毕竟2000年前不懂荷尔蒙这个东西 所以会用阴阳交通的概念 其实对应到现代的话 其实阴就属于女性荷尔蒙 阳就属于男性荷尔蒙 也是一种平衡的概念 因为自己真的在怀孕的时候发现 哇 真的很容易 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荷尔蒙也在转变 很容易真的发脾气啊 或是不耐烦 然后常常身体上的 这个是心理上的 然后身体上的反应就是 真的是很容易便秘 然后觉得好渴好渴喔 而且我怀孕的时期还好是冬天 很多人是在夏天怀孕的 他们整个夏天就是一直在口渴 然后不断的冒汗 对 因为卡一个东西在这边 阴阳不能 水不能灭火的时候火气会大嘛 所以第一个心情就会烦躁 那以现在西医的理论来讲 他们会说女性荷尔蒙高 黄奇素高 所以体温也会增高嘛 对 有些人还没有怀孕过 那至少月经前也是处于这种形态 对 脾气不好啊 温度高啊 那么多多啊 睡不好啊 那如果像这种状况一直火气很大 会对宝宝有影响吗 一般老一辈都会说有胎毒啊 小孩生出来会脾气不好啊 暴躁啊 晚上不睡觉啊 所以一出来就满脸有一些疮啊 或是皮肤不好很红之类的 对 听起来很恐怖 好像是一种胎教是不是 妈妈心情不好 小孩生出来脾气就不好 就好像真的会这样 就会比较不好养对不对 对 妈妈就是到时候会麻烦更多 对 所以在怀孕的期间 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比较 天然降火气的方法 老一辈会说吃一些黄脸嘛 但是我比较不建议黄脸这个东西 因为它毕竟比较苦寒 所以我们从食材上来讲呢 像现在夏天很多瓜类的东西 对 像苦瓜 西瓜 丝瓜 反正名字里面有瓜的都可以降火气 对 但是西瓜跟苦瓜毕竟比较寒凉一点 是 所以孕妇也不要吃太多 不要太多了 对 所以从丝瓜啊 或是竹笋类的啊 这些来着手 那有没有什么孕妇是不能吃的水果类 我刚讲到瓜类 对 瓜类太凉的东西 就像西瓜 苦瓜 或是性比较造的 像荔枝 龙眼 甚至现在有榴莲 榴莲 对 千万不要吃 会这样 所以可能火气就更大 嘴巴破啊 便秘更严重 对 然后老公就遭殃 脾气不好 成了叫成了老公又遭殃 怪怪的哦 因为火气当然能就变得不耐烦 容易烦躁 有的人是没有吃那些东西就已经 老公就已经着痒了 没有啦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 对 这个怀孕的过程 对 你自己也有那种控制不住的情绪 然后会很莫名的想吃一些东西 你可能从来不会 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吃的 在怀孕的时候就很想吃 对啊 有时候味觉会改变 食欲会改变 很奇妙耶 你知道我是不吃甜食的人 我从来不吃零食 然后也不爱吃甜点 可是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每天都好想吃甜甜圈哦 然后就动不动就想说 我要去买一块巧克力蛋糕 就是会很想 很奇怪耶 对啊 因为你说你一个东西卡在这边 会跟你平常运作的机能 就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思想一些喜欢的东西 都会改变掉 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你会很特别的想 就是你会很专注的想吃一样东西 你如果没有吃到真的就会很火 好啦 那我们就讲说那个 这个孕妇的这个身体 本来就已经很容易糟 而且说真的是一人吃两人不对 两个都在两个心脏在身体里面跳 当然是比较激动一点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小孩子 然后说什么小孩子 那种屁股 屁股三把火 他称什么三把火 所以小孩子怎么样都热乎 是不是因为小孩 他的体质跟那个大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以西医的角度小孩心跳比较快 所以他体温一定比较高 那中医的理论呢 因为你也当过小孩嘛 可是我已经不太记得 小孩急着要长大 对 所以他生长发育都非常快 身体整个运作机能很快 对 所以他 就像车子开很快的概念一样 引擎转速高了 温度就会高 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不是上火 没有上火这个原因 对 当然有些小孩子又喜欢吃 刚讲零食嘛 烧烤油炸的东西 吃到后来都流鼻血了 那就热过头了 所以我们就要帮他平衡一下 所以应该是小孩要怎么样看 他是不是灶热体质 或者是有没有上火 第一个有些小孩一起床 嘴巴很臭 口干舌燥的 然后再来脾气不好 然后再来有岩石啊 甚至严重一点流鼻血 最近遇到很多病人来 就是说流鼻血啊怎么办啊 所以看火气太大了 让他稍微平衡一点 对啊 流鼻血就会好 所以小孩也是会灰烤 还是因为这个食物各方面的影响 对 一般都是食物的关系 因为小孩子 他真的是体温比较高 对 但是 通常他们是不会口臭的嘛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那个baby啊或者是 他们的那个味道都还蛮清香 通常会有味道 大概三四岁以上 开始会吃一些零食饼干糖果以后 然后到上小学 吃很多的时候 那就会变得更严重 那小孩子的这个降火气的方法 是跟大人一样吗 其实小孩子火气 我是觉得不适合降得太多 因为毕竟小孩子 要让他跑快一点嘛 对 所以让他平衡一点点就好 或者像夏天给他吃一些绿豆 或者说一些瓜类 笋类 多吃一点 但零食一定要戒掉 对 火气就会降下来的 了解 那有一种状况是小孩子晚上会磨牙 这个跟上火有关系吗 一般磨牙两个原因 第一个压力太大 现在小孩子生得少嘛 望子成农 望女成凤 对啊 从小就开始补习 晚上回家就磨牙给你看 对 另外一种是你真的吃太 刚讲烧烤辛辣油炸的东西 零食吃太多 中间讲的胃火过旺 因为胃经会通过我们牙齿上下这边 对 胃火旺的时候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牙关紧闭 对 所以造成磨牙的现象 哦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从精神上跟身体上的状态来看 对 身心状况要平衡 嗯嗯嗯 如果是这种压力的话怎么办 那可能请家长来看诊 对 家长要教育一下 嗯 不要给小孩那么大压力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像这个是不是小朋友就是平常可以喝的一些饮料 或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比较健康的冷饮 对 像这边有提到可以用苹果蜂蜜 因为小孩子现在很喜欢喝饮料嘛 对 那不如给他喝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嗯 像这边提出的就是苹果加蜂蜜 嗯 苹果大概一颗把它切碎捣烂 或是现在有果汁机嘛 对 对 把它加蜂蜜 加一些水消去把它打一打以后 因为像苹果里面它有一些心 有一些铁剂 对 那以中间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补皮嘛 对 那蜂蜜又可以润肠 有一些降火的作用 滋阴降火的作用 所以帮它补水以后要降一些火气 那胃火可以降下来 那磨牙就会好 哦 这样子喔 苹果蜂蜜很简单啊 很简单啊 对啊 我们每次都还蛮假的 加蛮多东西的耶 就是再加芭蜜啊 然后再加 我们现在有好多那个叫什么 嗯 嗯 紫色的 桑胜 哦 桑胜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打起来那颜色就很漂亮 也很好喝 对 但是这边是针对刚刚讲的磨牙 或者胃火的部分嘛 你如果有其他素酒要排便啊 可以加一些纤维质的东西都不错 对 有些小朋友很奇怪耶 就是他是真的很小就开始便秘了 我有听过 我身边有一个艺人朋友的小孩 他非常的严重 他就是一个礼拜可能才大两次 然后每一次都硬邦邦甚至搭不出来都要哭闹 嗯 对 他这么小 他才大概两岁多快三岁吧 嗯 其实门冷上也遇到很多 嗯 对啊 但是通常归纳起来 都是小孩子的饮食不太规律 不太正常 嗯 这个我就可能对 没有办法follow到他的饮食 所以你说他饮食不正常是类似什么 因为排便大概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水分一定要够 所以水喝不够有可能 对 第二个要有纤维质 因为小孩不吃青菜嘛 菜吃不够 挑食啊 吃素食 对 所以纤维相对不够 第三个又不运动 嗯 对 所以排便三藥素都有的话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小孩子大概不为什么去特别去运动 可是小孩子不是每天都在跑跑跳跳吗 但是跑跑跳跳以外 他有时候都待在家里吹冷气啊 相对以前的环境真的太过安逸了 有有可能 对 但你讲到一个食物可能也是关键啦 因为他就是阿嬷带啊 就是常常就是买那个素食 对啊 素食 对对对 所以其实可能对他的影响很大 对 因为我们小朋友真的是很可怕 我们小朋友是一根肠子痛到底 吃到一半你才吃 就是 很剩两口饭 妈咪我要去上厕所了 直接已经上出来 我就是刚吃了是不是都已经白吃了 就是你知道很顺嘛 小孩一直不是都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一般这种西医叫口肠反射过于激烈 对对那以中医的角度也是皮虚的一种表现 你说太容易上厕所 太好也不好 真的喔 对对对 就你一吃东西马上肠子有刺激 马上熏到肛门 肛门就打开就打出来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太好 尤其有些人大便出来会软软散散的黏黏的 对这种就是皮的吸收能力不够好 对通常也是饮食方面有出了一些问题 那要怎么办 一般会吃甜食或是饿过头累过头 对尤其大人有时候累过头工作忙碌不吃饭 也会造成皮虚的现象 对 所以小朋友也会皮虚喔 也会啊 有时候太晚跟家长太晚睡觉 早上又早起上学 然后吃饭又不规律 或者只喜欢吃零食 不喜欢吃正餐不吃白饭 淀粉类食太少都有可能 了解 所以这个吃东西真的是影响最大的 对不对 那我们等下回来就教大家 其实用一些很简单的中医的方法 而且是 很自然很健康的方法 对 然后这些方法就可以让我们 降降活气 然后呢可以身体不要再发炎 那我说真的吃得好脾气会好一点嘛 对啊 休息太晚 吃不好的东西 发火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降火气啦 因为不上火呢 就不容易生病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一下 我们是不是常常灰气大这件事情 那银髮族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喔 因为银髮族的朋友也是会上火气的喔 对啊 尤其女性朋友 对 因为妈妈到了更年期过后啊 以体质来看水火相对不平衡 水会变得很少 所以火气会大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更年期脾气会暴躁 会热潮红 会口干舌燥 失眠便秘 这些都是虚火的症状 对 所以老人家呢 有时候火气真的还蛮大的 对 好像都有出现一些画面 对 很容易就是动不动就不高兴这样 对 这个是心情 心情 心理上的啦 对 但是这是因为身体上的不舒服 那通常都是生理影响到心理 对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老了变这个样子 就不舒服 嗯 所以其实长辈朋友要注意自己如何 用最天然的方法来降火气 对 我们今天有提供给大家一些方法 对 所以饮法族呢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用莲子来打牛奶 喔 所以先把莲子 大家应该有看过莲子嘛 蒸熟就可以 对 莲子把心去掉 有时候莲子买来里面会有心 会苦苦的 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 那莲子心 会让你一些精气 把它排掉 所以反而更不好 嗯 所以把心去掉以后啊 把它煮熟 煮得烂烂的 再放到果汁机里面 加入一些牛奶 嗯 对 把它打匀就可以喝了 喔 就喝这个莲子牛奶 对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那像莲子中医角度 它可以清新降火 对 那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它还有一些磷离子啊 还有一些维生素C 嗯 对 所以对于一些抵抗力的提升 预防感冒啊 或者说一些离子的平衡都有好处 嗯 那像有些人 老人家一起床 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所以加一点牛奶 可以补充营养的成分 嗯 所以整个加起来又可以清新降火 又可以当做一餐来吃 不用怕变胖 嗯 感觉还蛮健康的 对 对啊 还没有这样试过耶 可以加莲子 而且莲子的味道本身就还不错 嗯 OK 所以我们也不用把莲子 每次都当甜汤来使用 对 当做一个早餐也不错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推荐给长辈朋友 可以试试看 嗯 我觉得清新降火 这就听得蛮舒服的 嗯 那我们其实在四十堂生活当中 又可以有一些 嗯 错误观念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 容易造成我们就是 动不动就上火 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 学习一下来避免 好 譬如说第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现在很流行吃坚果嘛 对 很多都大把大把的吃 让大家都忽略的观念 坚果都会去烧烤过 烘焙过 烘焙过 对就算没有烘焙过 它本身油脂的含量就会高 而且像过年期间 大家嗑瓜子啊 吃花生啊 对 对过年以后火气大人本人 人就会变很多 对所以 这类东西一定要小心不要吃太多 嗯 花生跟瓜子的部分 对 一个下午 对一直喝茶 然后就是喝瓜子 甚至熬夜喝酒 喝喝吃个花生 唱歌吃花生吃瓜子 那个好恐怖 就更容易上火 对更容易上火 都已经熬夜了 好所以你这边有一个解毒秘方 对 三花茶 听起来非常非常漂亮的感觉 我们采用金银花跟菊花 还有茉莉花 这三个花 那金银花以中医来讲 它就很强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像一般有时候感冒喉咙痛啊 甚至有些无名的肿疮都可以用 我这边有带来 这就是金银花 它花干燥以后 其实味道还不错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泡开就可以 对可以把它煮开 因为用闷的话 其实味道可能出得不太 出不来 对 那像菊花它可以降干火 它有白菊花跟黄菊花 对白菊花可以降肺火 有时候你晚上睡觉 甚至抽烟的人 可以用点白菊花 对 那黄菊花它可以对干干火有些帮助 对 那像茉莉花除了有香味以外 它也有一些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整个加起来呢 除了清热解毒以外 降火气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有些人可能 吃太多这些燥热的东西 可能隔天嘴巴都破了 肿了 对 马上喝一杯这个下去 肿就消掉了 甚至有一些人感冒 感冒初期觉得喉咙很痛啊 甚至呼气都很热 对 喉咙痛 呼气热 这种风热的感冒 也可以喝这个茶 效果都很好 所以只要这三种花就可以了 它有一个比例啦 然后放在一起煮就可以了 对 放一起 然后大概煮大概 这些量大概可以煮个500cc的水 你就可以喝一整天了 OK 对 感觉还蛮好喝的耶 好像都是花香 有加菊花 茉莉花 金银花这个味道是比较淡一点点 可能它现在味道还没有全部出来 它煮起来以后会有那种草的味道 天然的草的味道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另外一种就是爱熬夜的人 然后熬夜当然就会巴豆腰 那熬夜又最气大家就是一转开电视 都是在播那个美食介绍 美食节目 然后一刷FB都在po宵夜文 很气 对啊 如果你熬夜又吃宵夜就是活上加油 有没有这个解毒的方法 通常宵夜都不会是太健康的东西 宵夜一定是去夜市那些地方买 不然还能 很少有人自己会煮饭来当宵夜 所以你有时候熬夜一定会肚子饿 一般人大概7点 8点 最晚9点就会吃晚餐 到晚上1点 2点一定会饿 这时候怎么办 对啊 可以 大家弄鸭蛋来吃就好了 但光吃鸭蛋不够 因为熬夜火气就会大 所以可以加点生地黄 我们地黄有生地跟熟地 那生地的话它比较偏向清热的作用 滋阴降火的作用 我刚讲所谓滋阴 就帮你把冷却系统调好 它可以降火 帮你运转速度调低一点 所以你把生地跟鸭蛋煮熟 洗干净以后 放到炖锅里面去 加点冷开水 隔水加热把蛋炖到熟 有点像煮茶医蛋那种感觉 再把蛋壳去掉继续炖 让它入味 那因为生地有点苦苦的味道 所以你可以加点冰糖来调味 那糖不要加太多 像讲到甜食吃太多 你会让体内湿气变重 那你的火气反而更的不容易把它消掉 所以冰糖适量就好 千万不要太多 那比较适合熬夜以后口干舌燥 甚至牙龈会肿的人 牙龈肿是怎样 也是火气大的一种表现 一般虚火会表现在牙龈 有时候熬夜以后隔天早上起床 咬下去就觉得牙齿很像不是自己的一样 甚至刷牙 牙龈出血 但如果长期熬夜的人呢 就有点像牙周病一样 对 一刷牙就出血 牙龈萎缩 牙龈红肿都会跑出来 所以你也可以就吃这个生地炖鸭蛋 对 所以这样子做起来好像要蛮久了 你如果今天要熬夜你可以先把它做好 就是说你在吃完晚餐的时候 你就先把它准备好 因为如果今天你要熬夜的话你就吃这个 至少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太大的伤害这样 但是这个重点在生地并不是鸭蛋 鸭蛋只是给你一个营养 让你有个饱足感 那为什么是鸭蛋不是鸡蛋 因为鸭蛋以中间的角度来看 它会比较温和 比较温润一点 有一点润的作用 所以鸭蛋会比鸡蛋好 对 而且鸭蛋比较大颗 吃掉比较薄 比较薄的 感觉要做这个感觉他已经走到便利商店 买两颗茶叶蛋吃完了 但重点是生地 因为你在便利商店买不到生地 对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这个重点是让你降火气 那你在熬夜场熬夜的人 会是维他命C不够什么的 牙齦都会肿 你也可以吃这个来试试看 好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大吃大喝的人 平常应酬很多 朋友一约就要去 那没办法 所以来看看 如果是这样的应酬多的人 到底要怎么样来解读呢 其实应酬 一般就中一讲高粱厚味 就吃太好 那种肥肉肥油 对 一定要很香的东西 要喝酒 对 喝果汁 这种都太黏膩的东西太多了 脂肪吃太多 所以我们可以煮个酸梅汤 像你要应酬 别人喝酒你喝酸梅汤 也很特别 也很特别 他会因为酸梅安心改后先回家 对 所以 这个部分也可以用一些乌梅 可以去中央行买一些乌梅跟山楂 所以这个是 这个自己煮的那个配方 跟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酸梅汤 是不一样的吗 你可以依自己的口味去调 像这边介绍给大家是乌梅加山楂 加一点点甘草 你还可以加一点桂花 那其实里面如果加一点洛神花 绝明籽 山楂有的 荷叶 都有一些降脂肪的作用 可以自己去调配 但是这个酸梅汤 酸梅汤的一个基本方 桂花酸梅汤 对 所以把这些东西把它洗干净以后 稍微浸泡一下 因为山楂有时候会比较硬一点 乌梅会比较硬 对 把它泡完以后呢 放到砂锅里面慢慢去滚 滚了以后再开 转成小火 继续煮三十分钟 把它味道整个煮出来 对 然后最后再加一些桂花下去 让它整个香味飘出来 但有糖桂花了 所以我觉得冰糖就不要加太多 因为这种东西要酸酸的喝才好喝 太甜反而喝了又腻了 而且感觉那个你想说桂花加上去 我也觉得有提味 就觉得整个有神经节 口水都跑出来了 对 而且其实它不会很复杂嘛 不会太复杂 当然这个东西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就把它煮得很浓啊 一喝就牙齿酸啊 胃酸都跑出来了 所以这种东西 第一个要饭后喝 第二个不要煮太浓 之前流行洛神花茶嘛 对 喝到牙周病都跑出来了 牙齦都萎缩了 为什么 因为太酸 很多妈妈都会说 还是要喝点厚的才会好 对 就煮得很浓 对 一喝下去除了牙齿 或者被腐蚀以外 胃酸胃会变得不好 所以淡淡的喝 OK 不要就是想说要有效 就喝很浓就对了 对 OK 要稀释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空腹 对 不要空腹喝 一定要饭后的时候 一个去油解腻的重点 对 那重点还是 你就尽量不要大吃大喝啦 对不对 没错 不要吃油的东西 对啊 因为总不能天天喝酸美汤嘛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还有一种人就是跟我一样啦 就是平常真的水喝太少 我现在已经慢慢改了 我现在水喝很多 不爱喝水人要怎么样 来调整自己的身体 休息一下就会来告诉你 好吗 好吗 大家喜欢给你 好吗 晚安 好吗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要来研究 这个老中医神奇一些偏方 其实都是很天然的方法 就可以让你降火气 因为只要不上火 你就不会生病了 常生病的人 就是因为你常常身体在发炎的状态 所以有一种人很容易生病 就是不爱喝水的人 对不对 他的那个火气就是容易提升 对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喝水 很多理由啦 说水有怪怪的味道 对 喝水要尿尿 我不想尿尿 要上厕所麻烦 对 不喜欢上厕所的人 或者说我喜欢喝饮料 对 我不喝水 这种人真的身体有能够呈现一种 慢性发炎的状况 对 因为身体水分不够以后 你面对外界激烈的环境变化 或说你饮食激烈变化的时候 那调试能力会变得很差 对 身体就会容易生病 好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常常喝水 那如果说你不爱喝水 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喝 好喝一点的 当然不爱喝水 喝水就好了啦 如果真的讲不听呢 你可以做这个来吃 可以用芡食莲藕羹 听起来就蛮好吃的 对 而且很有饱足感 因为有勾芡是不是 对啊 芡食是什么 芡食就是一般四层汤里面会有 那芡食在中医的作用呢 它除了可以补气补肾以外 又有缩小便的作用 所以缩小便就是 很多人不爱喝水以后 里面电解质不平衡的 它可能一喝水马上就尿掉 越喝越口渴 这时候可能要帮它小便稍微缩一下 补个肾 然后水就利用程度就会变得比较好 对 里面加了莲藕跟碧芡 各150克 芡食60克 加一点红枣 红枣本身也有补皮的作用 你不爱喝水呢有时候身体会觉得很疲倦很劳累 对 补皮以后精神会比较好一点 那莲藕跟碧芡会有一些饱足感 又含有纤维 通常不爱喝水的人火气会大容易便秘 所以你加了一些纤维质下去以后呢 排便会比较顺 那它的做法很简单 因为芡食比较硬嘛 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水 那莲藕跟碧芡去皮以后呢把它切碎 那红枣一样要去紫 把它纸去掉 不然它精气会被你耗掉 所以那些纸呢 尽量不要吃 那拿一个锅子啊 加热水 那把这些东西芡食啊 红枣 稍微煮软以后 那加莲藕跟碧芡下去 把它煮成糊状 满满它孔 满满熬 会熬很久吗 熬成粥 其实以这样来看 大概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熬 因为莲藕你可以稍微把它切碎一点 切成小碎丁 然后再丢下去 然后稍微煮一下就烂掉了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 呈现一种糊状的 对 有点像西番那种感觉 因为莲藕里面含有一些胶脂黏液嘛 它煮起来糊化以后效果会还不错 它常用在于食欲不振 尤其像夏天 一热的话根本不想吃饭嘛 不想吃面太热 所以可以吃一下这个羹类的东西 尤其它又可以解除你的口干舌燥 排便的问题 小便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OK 什么叫小便短翅 因为你不喝水嘛 所以小便会被过度浓缩 所以变得比较黄甚至比较红 再严重一点呢 可能泌尿道感染 就会出一点点血 小便很少 量很少 颜色很深 就叫短翅 OK 所以有的人就是火气大到最后 就是小便会变得很浓啊 对 很浓 或者是会痛 会痛 对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就对了 然后或者是大 等于是大号也会有点便秘的状况 也可以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你刚刚讲的就是比较属于那种虚火的人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虚火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它和一些胶质类的东西嘛 它可以帮你补鎖一些水到身体里面 对啊 因为如果你是虚火熬夜啊 就是容易嘴破的人就适合吃这一种 因为就可以帮助你至少吸收一些水分 对 帮你补一些水 然后用这个水自己来灭火 水火就会平衡了 了解 好 所以这一招也学起来 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很难改的 就是夏天呢就是想要喝一点冰的 那如果你常常喝冰的话 其实会造成什么后遗症 其实中医的理论来讲寒煮收饮 收饮的意思就是你的肠胃道也会运转比较慢 血管比较容易收缩 收缩以后那个位置的循环就会变得不好嘛 功能就会减退 所以夏天的时候呢 身体很热 你喝了一个冰的下去 第一个大家会感觉到什么 头昏脑脏 对 虽然有些人喝冰的下去 就觉得神清气爽 过了以后就开始头昏脑脏了 就是先套清凉完之后 可能就开始头昏脑脏了 那刚刚讲到你的皮的地方呢 循环不好 气就会生不上来 东西吃下去到皮运作以后 那个气要打到头部 你才会有精神嘛 对 那这个马达坏掉了 打不上去 就觉得无力 四肢无力 甚至会有微微的发热 因为你喝冰的下去以后 身体要努力工作惨热嘛 凭这个冷的感觉 所以会有微微发烧的感觉 那你脾气弱了以后呢 水喝下去 它不会松到你的嘴巴 让你有解渴的感觉 对 还会有口渴 越喝越口渴 那甚至会头痛 有些人吃冰就冰冰咳咳咳咳 对 那就身体的寒气 真的太重了 那寒气攻到头部 血管一收缩一放 对 你就开始觉得头痛 丢丢丢 那少数的人会觉得喉咙痛 对 因为它火气太大了嘛 对 你喝冰了下去 把热气都往外面逼 中心变冷 外面变热 所以就容易觉得喉咙痛 刚讲寒煮收饮 你关节循环会不好 对 容易觉得关节痛 晚上喝冰了 隔天早上起来觉得什么 四肢有点僵硬的感觉 血栓 这太严重了吧 对 因为你血管收缩嘛 血液循环不好 血液激久了 终于讲了 反而是无形的气节 变成有形的血淤 血淤就有可能造成血酸 那轻微的可能 到你的大腿小腿 觉得走路觉得怪怪卡卡 严重一点跑到心脏 跑到脑部 那就恐怖了 对 所以病的东西真的要少喝一点 好 所以这个是 应该是说出来都是要缓的嘛 对不对 你年轻的时候一直喝 你到一个年纪 它自然就会回收给你 对 所以你要尽量越年轻 越开始保养越好 然后另外一种人就是很爱吃这个素食 对不对 对 那个素食吃久了 其实 在国外是已经很多研究报告 对身体很不好啦 对 对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一些这个外食族 他们的一些困扰 因为素食嘛 要讲求快速 所以那东西大家都已经先做好 来到现场很快速的把它加热 用一些很极端的方法 做出来给你吃 对 通常里面的东西 蔬菜也不会太多嘛 肉啊 面包啊 所以你会觉得 吃了口干舌燥 给你大杯可乐冰的喝下去 就更恐怖了 而且通常都很咸 很咸 对 所以体内的火气就越来越大 那火气大怎么办呢 回家赶快喝个茶 大家可以用菊花铺的茶来喝 不要只喝普洱茶 因为普洱茶本身是熟茶 又发霉过了嘛 所以它本身火气 喝下去火气会变得很大 所以火气大人 反而也不能喝普洱茶 对 一定要加菊花 因为刚刚讲说菊花 有清肝火 清肺火的作用 所以两个平衡下去呢 反而可以消脂减肥 又可以清肝明目 因为普洱茶本身碱性比较高嘛 所以它可以吸附掉里面 肠胃道里面一些油脂 油脂把它吸附掉 又加菊花平衡它的热性以外 又可以清肝明目 所以比例大概菊花十克多一点 普洱茶大概三克就好了 那你放到杯子里面呢 滚水加下去 那就可以喝了 其实非常简单 这很简单 而且这个平常不是 就很容易喝得到 对 那你自己泡也可以 自己泡也可以 了解 但普洱茶你可以把它换成 一般的茶类 比较容易取得的也可以 因为普洱茶毕竟有些比较高贵嘛 你可能拿个绿茶包啊 加点菊花 也还不错 好 了解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 来看一下 动不动就是 我来碗泡面好了 因为反正只是鸡腰 对啊 鸡腰以后你隔天起来就后悔 开始长痘痘 对 因为素食面呢 那些酱料包啊 胡椒粉啊 里面盐分的成分很高 而且那个面 面本身是不是也是炸过的 对 面也是炸过的 可是他们有一些是写非油炸 我也搞不太清楚 那不是油炸 大家就用烧烤的吧 对 所以毕竟要经过一些 比较极端的方式制作出来 就像它的酱料包 对 又咸 对 又辣 有酌量使用 但是你就是会忍不住想说 好像人家都已经给你了 就还是全部把它加进去好了 对啊 一到六七五都全部倒下去 没有六七五 还在那边挤得干净的 很轻轻的本性 有没有 就这样 这舍不得 还是把它吃干净 对 所以吃完后隔天早上起床 一定口干舌燥 那就刚刚讲的食火嘛 你把那些火气都吃到肚子里面去的 真的是很久很久吃一次 但是真的吃完隔天真的就是有一种 嘴巴好干喔 很干啊 你会觉得好像是胃精很多是不是 胃精很多 钠离子很多 钾离子很多 对 所以晚上真的再饿的话也不要吃 因为晚上吃你也不可能喝大量的水 来缓和那个电解质嘛 晚上喝水半夜又起来上厕所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吃就晚餐以前吃 那吃完要赶快喝 早餐 早餐喝刚讲的莲子牛奶比较好 早上至少你有一整天用水可以把它冲淡 好啦 尽量不要吃啦 偶尔对 久久一次没有关系 再来是 现代人就是把很多事情都 就是真的是工作压力大的关系 对 很多是无形的压力 门城上很多人把麦看起来都闲麦很强的人 他因为说压力很大 我没有啊 没有什么压力啊 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是有压力还不愿意承认的 我愿意承认爱面子 或者说真的自己不觉得有压力 但是其实身体已经都反映出来了 嗯 了解 那中间讲压力会影响到我们的肝嘛 肝气 那开门要有个门栓对不对 要有个转轴 是 对 肝就是我们转轴的地方 你气体要升要降要进要出 要通过肝气 肝气一不顺的话 那整个身体的作业机能都会乱掉 对 火气越来越大 寒气越来越寒 对 所以你会被大家的两极化 对 所以压力大的人呢 第一个干火会忘 嘴巴会苦 第二个整个气血循环都会不好 嗯 然后眼睛就红红的 可能很会被看得出来 对 异幕 对 然后再来当然你如果过度劳累 又没有就是常常有这个运动的习惯 其实就是久而久之身体的那个 对 运作机能都会变差 就变差 对 最简单的概念有运动 不要说运动 有活动 你的身体的运作机能就会好 对 再多的杂质都有机会把它排掉 你如果又劳累又不运动 那真的杂质越来越多 火气就越来越大 就是怕的就是你都是在劳动 然后没有运动 对 只要多运动啊 适时让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真的吃健康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啦 对 让自己不要常常成为一个上火的人 好不好 你们就心平静静 清新 然后那个 我们只要规律一下 对 规律 对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前院长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